都知道其实抽烟的缺点非常的多 只是没有想到呢 这个抽烟竟然会跟失智症有所关联呢 世界卫生组织跟国际失智症协会 发表共同声明指出 吸烟者罹患失智症的风险 比没有吸烟的人高出四成五那么多 而且就算你本身是没有抽烟的 但是呢只要你暴露在吸烟的环境当中 吸食二手烟也可能会增加你罹患失智症的风险 还要告诉你哦 目前医学上可是没有任何治愈失智症的方法 所以呢要预防失智除了多运动多动脑 恐怕也要请你戒烟远离失智症